好,在了解了我们的运算符的基本操作过后 我们还是一样给大家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来更好地理解一下 加和减或者是加加或者是方括号的一个简单使用方法 其实我们说这些操作无外乎就是大家对内存要有个清晰的理解 你只要能够把它内存的表现形式展现出来 那么自然而然我们的操作也就得心应手 好,那我们看我们的一个例子 那么为了要进行加减操作呢 我们这个地方采用一种方式 就是在这个函数中我们先申请了一个A空间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这个A在后面我们会讲到 这个A属于这个函数内部的变量 对不对 这个函数内部变量在我们C元中是怎么存放的呢 你看我们这样来看 这是我们的内存的我们称之为叫漏地址 就是我们所说的低地址 假设这是低 然后这是我们的高地址 这是我们高地址 好,那么低地址和高地址中间呢 我们假设说从这个行开始 A就分配了对不对 然后A分配要注意 这个时候的A分配是一个从这个地方的地址往下分配 那如果说我再分配一个地址是B 假设等于一个什么什么其他值 那问题就来了 B是在A的上面分配呢 还是在我们的什么下面分配呢 好,这个地方我们先提一个 以后大家学边缘理或者是体系结构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一个具体的情况 但是现在呢我们先把它记住 我们的变量分配是什么 是从高往低分配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分配的空间一定是在什么 在下面 在下面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现在用一个指针想通过加法操作 看内容怎么办 因为现在我合法的地址是不是这两个 这两个地址合法 现在我要加1 假如P指向 指完之后我要加1 那这个P你觉得指向谁 是不是应该指向D地址 然后加1才能往上走 对不对 才能往上走 所以说呢 为了能够看到这样一个效果过后 我们是 我考虑这样的程序呢 我们这样考虑 IntB 假设等于0x 比如999 因为我们说没有这个9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现在怎么的 定义一个Int新P好了 P 然后等于什么呢 等于B的地址 那大家看 这个B的地址是不是刚刚好 就是我们刚才画的那个图中 那个图中的什么 这是B对吧 这是A 也就是你A先分配往后就是B 对不对 我指针指到B这个地方 那么下一个再往下加 加的话应该是往上走 对不对 往上走那是不是就能看到A的空间 看不要 但有同时能不能再往上走呢 我们说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再往上走 我们这些内存到底存什么值 我们程序员是没法把控 那么是由我们系统自动分配 或者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这里头肯定有东西 但到底是不是我们合法的 或者说我们定义好了的东西 那我不敢保证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 好 那么这是第一组 第二种我们再换一个 我们定义成乱七二好吧 就说我读取内存的方式是不一样 P2 P2等于什么呢 P2我还是B的地址 但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这种情况一般来说编辑会报一些警告 为什么 因为你看第一行为什么不报 这行为什么不报 因为B的内存的属性 跟P1指向空间的属性 是不是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B本人存的是印度 你现在就按印度来读 没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编辑认为你这两个内存是什么 是匹配的 是OK的 但是我们看这一下 B本身的属性是印度 但是我现在却附给了一个P2 什么呢 这个P2的属性是恰 也就是它读内存是按照一个一个来读 那这种情况 事业编辑计就拿不定了 怎么叫拿不定呢 就是说 那你到底是想让它是印度的方式来读 还是恰的方式来读呢 所以这个时候它只会告你一个警告 说这个地方 我们两个负值之中 反正我是拿不定 但是你的意思就是反正把B的地址给它 对吧 给它过后 你想按一个字节来读 但是我这个空间确实是四个字节 所以这时候它会报警告 当然对于某些编辑器 它会把这个地方直接报错 就告诉你指针的检查非常严格 就说你指针指向的空间属性 跟我分配的属性是不一致的 那这个时候我一定告诉你程序员 你不能这么做 你一旦这么做 我们就会认为你的内存是误操作 这个在我们GCC编译的时候可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但是C++以后大家如果用过G++过后你就会发现 那么这样的写法它直接就报告错误 编都不让你编过去 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就说明 必须我们程序员要告诉编辑器 在这个地方是我确确实想只是把B的地址告诉给它 但是这个地址里的内容 我确确实是按照什么 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来读 你只需要把值告诉给它就OK 那么这个地方的内存不一致 我是可以确定的 好 那怎么来保证呢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强制类型转换 其中这个强制类型转换就是我们把它改成什么 我们确确实这个地方的地址还是地址看没有 还是地址没问题 只是什么地址呢 是恰二类型的地址 所以这种强制类型转换呢 我们说有没有改变数据的精确度呢 并没有 这种强制类型转换在我们工程中是建议大量使用的 就是说你还是这个类型没有变化 大小还是那个大小 只是大小的属性不一致了 这个在某些场合上会用得到 好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 这个时候我们看还是看P1吧 我们看P1加上1过后 它的一个结果是多少呢 我们用百分之X来看 看内存嘛 咱们直接看内存 怎么看呢 首先第一个 你的P1加上1不就恰好 这个刚才我们说那个指针往上走一个吗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个时候能不能看到我们的12345678 是看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样的表达是实际上最后是不是还是一个地址 也就是还是一个地址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看什么 地址里面的什么 内容 有没有 地址里面的内容 然后紧接着还有没完 那么这是一种写法 第二种写法 刚才我们说了 咱们是不是有方括 那么以P1为基地址 我们偏移一个标签 就是我只看持取第一个标签里的值 取出来 因为我们是以P1为基地址 它叫零标签 对不对 然后一标签是不是往上走一个 对不对 那我的内容跟这个的写法是不是一样的 有没有 那比如说这两种写法 有什么好处 或者说我该用哪个 我们说这个要看个人习惯了 这两个的唯一区别是这个 这地方你要不加薪 那就是门牌号 如果加薪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就看你的需求 到底需要得到地址 还直接取里面内容 如果直接取里面内容 你用这个方式可能更好记 因为可能大家觉得 这个方括号看起来 好像是比较直观 比你这么长长的看一个家 好像是要方便多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是这样的问题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 这是一种 我们一会看看结果是不是一样 那么最后一种写法 就是很多同学容易写错的 就这样写 新P1 你P1里的内容没有问题 但是我加1了 那这种写法很显然是什么 先把P1里的内容取出来了 取完之后我们再怎么的 再加上一个数字 再加上一个数字 当然这个地方很显然应该得到 不是10 不是100 是什么 99 9A 因为16性子 看没有 16性子 9加1是A 对不对 9加1是A 好 那么这是一组 第二组我们再来看 那么如果说我P2加1该怎么办呢 P2都加1了 好 那么P2加1呢 这地方呢 我们要说一下 一会儿可能打印的结果不太一样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浮点数的 那个正负数的问题 这先放一放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 P2加1 P2加1还会不会加什么 加到这个1235的78呢 我们说很显然不会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9999 那我这样我把它改一下 比如11吧 那么之前 它的地址一定指向低地址 这我们也提到过 取地址一定取什么 这个空间的四个字节中的 最低的什么 一个字节 99是不是一个字节 8个比特 8个比特一个字节 对不对 最低的字节 然后最低字节怎么的 你加1 而这个加1的方法 是不是加一个8比特 也就是一个字节 那么自然而然 是不是看到11这 看没有 所以这样的话 你看我们再变运化一下 我这就写成这样写了 好吧 P2了 P2什么的 P21好吧 这写法其实跟这个是一样的 好 我们来看看运行的效果 好 编译没有报错 看没有 没有报错 就因为我们加了强制类型转换 我们看看运行的结果 Build 好 你看 P1确确实是看到1235678没问题 就说我构造了两段内存过后 我通过加减法运算 我其实是看到了 看到了 然后这个999 999过后 你加1是不是A 你看9A 而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11 看没有 所以说呢 我们说通过什么 通过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应该能明白 所谓的加法和减法 其实就是对内存的一个什么 一个向上偏移和向下偏移的方式 只是这个偏移方式呢 必须跟我们指针的第二种定义方式 你必须要告诉编译器 也就是你为什么定义指针的时候 一定要这样定义 因为你在后面做所谓的加减运算的时候 编译器会带着这个指针 是前的这个属性 进行相应的什么 相应操作 有个指针指向 指向数据类型的什么 操作的 或者说它的那个读取大小 是什么 是固定的 也就是你在定义的时候 就已经定义好了 是这个意思 不在乎你这个值 次多少 他们这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好 这是关于我们方括号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了 这个例子呢 大家可以下来再改进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把这个P做到什么 做成P++了 那P++ 那这个时候又会出现什么情况 那当然有同学说 我能不能这样 我不加1了 我这 我这加个10行不行 就第10个标签行不行 有些同学甚至在说 他说那我加1000个 1万个行不行呢 好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其实这也是我们在学习 为什么说C元比较偏底层 或者说C元是一个很多黑客很喜欢的一个工具 其原因在这儿 那大家来看 我刚开始 子针P确实只在这儿 没问题 那么问题是 以这个为手地址 我进行标签化 什么叫标签化 就是按照它指针指向类型 我把这个内存给它切割成一个个标签 这是可以的吧 对不对 那么能切多少个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这个切割的数量 应该这么说 怎么 你可以无穷 那也说你内存有多大 我就可以一直切一直切 反正切完为止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的这段内存 可能恰好在什么 比如在一个很低的地方 然后你只要这个内存足够大 我这个一千一万 只要不越界 只要在整个内存范围保 那个能够找得到的 我是不是都能访问得到 对不对 都能访问到 所以说呢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说 我们其实可以利用这个指针 什么的 指针进行什么 所谓的越界访问 通过越界 我们其实得到一个什么 得到一个新的 得到一个新的标签 然后通过这个标签 把这个指给你修改就可以 那可能说 这好像意义不大 但是我们说意义有在这 假设这段内存 虽然不是我在维护 但恰好我们通过 某些方法或技巧 知道这段内存 可能是一个什么 其他一个非常重要的 程序的一个数据 或者咱们大家 有些时候玩游戏 可能假设说 这个地方是它的血量 那怎么办呢 我越界过后 我是不是就可以 相当得到这个血量 对吧 然后不小心 我把这个血量加得无穷大 那这样的话 我就是不是就无敌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其实这个内存呢 就是说大家在访问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它的一个什么 越界性 当然了我们要从 首先从余法角度来讲 越界是允许的 就C元 它绝对不会去关心你越不越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要标签化 我们是目的是在标签化 你标签多大 那是你的事 不是我们C元的事情 所以对于程序来说 只要使用方括号 或使用指针的加减运算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它的什么 范围大小 这个也是我们后面 在讲到具体内存分布的时候 和我们那个函数调用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强调 就指针 在定义指针的时候 我们其实还要再定义一个 非常重要的属性 大小 你没有大小 我们是可以任意访问 没有 只要一旦任意访问 那么这个时候 就可能会出现系统的内存泄漏 一旦泄漏 那么后果是不可 无法预料的 有可能是好事 有可能是坏事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问题 大家看我们来试一下 当然这个地方 由于这个值很大 很大 我不敢保证 在我们系统中 是不是做了一个什么 对于这么大空间 那个做了一个限制 就不允许读 因为有些内存段 我们要明白 内存段不是我们想象的 想象的这个很大 都可以 每个区域都可以读科写 在我们操作系统运行的时候 它实际上把它分断了 分断了 这个我们在 下次课中会讲 这个内存分断 它这个段 每一个段有自己的属性 如果我不小心这个指针 访问到这个段了 比如说这个段是一个止读段 或者说叫做不可访问段 那么我只要一访问就出错 只要一访问就出错 那一出错什么错误 就是断错误 所以断错误 1989都是跟指针的什么 误操作有关 好 我们来看 那么我们看效果行不行 这个语法肯定没有问题 我们看回车 这出现断错误 原因就是 就可能就是我们访问的 不该访问的什么 无法访问的段 那没关系 我们把这个结果稍微变得变小点 因为它有时候太大 可能不好处理 100嘛 我们看 好 你看 100还是看到了 还是看到了 记住我这个代码是改这 这没改 这没改 这改这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什么 反正一个随机指或奇奇怪古怪的指 这个我们不关心 但是我们说至少我们通过这种方法 是不是也能访问到 看到没有 所以说这是我们在说的一个指针访问的方式